《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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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開始就是要講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蘇格拉底這幾個字的翻譯從來沒有過第二個翻譯 從古到今都沒有第二個翻譯 很奇怪 耶穌的書有時候有草字頭如果早一點的翻譯 蘇格拉底就是蘇格拉底 好像他就是一個中國人那樣 但是翻譯從來沒有過不同的翻譯 穆罕默德後來是比較固定 所以這幾個人都是大概太常用了 所以沒有不同的 那我們還是一樣要先從文獻到講他的生物品 再講他的思想 再講他的身後用這四個方式來講 大部分講蘇格拉底的地方在大學裡面 大概都在哲學系 會講西洋哲學史的時候會講到蘇格拉底 我對蘇格拉底認識大概也就是高中的時候 讀了一本西洋哲學史話 現在翻譯好像叫《西洋哲學的故事》 《魏爾杜蘭的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那本書裡面讀到 其實這個人很有趣 但是我那時候讀書 就不知道所有的這些故事是從哪裡來的 這為什麼我要強調文獻 就像以前你聽很多什麼孔子的故事 誰的故事 這故事從哪來的 最早的記載是什麼 然後後來為什麼變這樣 我對這件事情後來有這種興趣 因為我教的是知識社會學 對整個知識的來容去脈 很有興趣 知識社會學去年已經錄完了 應該過一陣子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那蘇格拉底基本上他的文獻非常的少 跟我們前面教過的孔子或者是佛陀相比 生平文獻都少 但蘇格拉底跟他們兩個比就不算太少 他當時的朋友叫拉爾修斯的大陸翻譯 或者瑟諾芬 瑟諾芬有時候我上次跟各位講過 看你是用英文現在的念法 還是用希臘文的念法 英文的念法叫Xenophone 就是瑟諾芬 希臘文的念法就把那個X 英文念成1的就是一個X 念成X 所以就翻了克舌挪方 有一個學者是這麼翻的 是同一個人 所以你不玩叫瑟諾芬 叫瑟諾芬的人比較多 克舌挪方的非常少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還以為這是兩個人 快發現其實就是一個人 那他的弟子還有弟子柏拉圖 所以大概有三個人的記載 那柏拉圖的記載 到底算是實情的記載 還是只是一個文學的創作 這點有很多人有爭議 那大部分人能用簡單的幫助說 那書上既然有講 書外那都是真的 後來才慢慢有人想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尤其在研究像基督宗教創始人 或者始祖就是耶穌 耶穌故事也是一樣 耶穌的福音書到底都是信徒的一種 希望你信仰所描述出來的聖賢傳記 還是一個實情 我們講過了佛陀 佛陀那個很顯然是個聖賢傳記的寫法 不是我們一般人的傳記這種寫法 孔子就比較像 但是後來孔子的傳記又開始 把它變成聖賢傳記 就是很多我們現在看起來是 怪力亂神的東西 蘇格拉底從來沒有 所以拿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剛好在五個人中間 我們講他是第三個 剛好當作一個中間的指標 其他人都超過這中間指標 我覺得其他人應該 某種程度回歸到蘇格拉底的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人的樣子 那這個在研究耶穌教 他們要研究一個Historical Jesus 歷史的耶穌或者信仰的耶穌 那這個蘇格拉底大概都只有這個 歷史的部分 沒有信仰部分 或者有一些文學描述的部分 這個詩 至少沒有信仰的部分 蘇格拉底完全沒有成為一個宗教 沒有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蘇格拉底教 沒有 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 我要講的感覺 就是一個標誌 來衡量其他聖學相關的可能性 所以這張課快的話 一個小時可以把蘇格拉底講完 都還能講到 那這個明哲言行錄 這是一個希臘人寫的 叫Diogenes Laecius 這個書呢 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書 這套書 是哈佛大學的出版社出的書 這套這種小本的 大公多綠皮 也有紅皮的 不同時代 綠皮是講希臘的 然後他的書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希臘文在你看我的右手邊這一頁 都是希臘文原文 我的左手邊是英文翻譯 這個版本不是最好的版本 在翻譯上來講 但這個版本是最忠實的 讓美國的大學生 學過希臘文的 都可以對照 他的翻譯到底恰當不恰當 如果你只有一個英語本 你只有相信它 你無從懷疑起 當然你不懂希臘文 你更無從懷疑起 像這個書是很早很早 從大一百年前的人 就可以讀到這樣的書 我們一百年後 還是可以 但是你不懂希臘文 讀了也沒用 所以這是有皮的 這是沒有皮的 那這是 拉爾修斯的 希臘文跟英文的對照本 那中文的對照本 也有一本 現在中國大陸 很多人大概也開始學希臘文 這個是純粹中文版 叫做《明哲言行錄》 那我家裡還有一本 比這厚兩倍 就是希臘文跟中文對照的 《明哲言行錄》 就是這本的中文 這本是把中文抽出來 沒有希臘文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本 是有希臘文的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中國大陸 現在這些 有關西方古典的 有希臘文 或拉丁文的 他們出的都算不少 台灣這方面 人才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你出書 有沒有寫作的人 有沒有讀的人 還有有沒有出版商 因為印都是個問題 就是《明哲言行錄》 《明哲言行錄》 因為出過很多版 這是另外一個 早先一點的版本 因為我收集書 我的書已經書滿為患了 所以這是《明哲言行錄》 以前沒有 這個書在以前 你看這中文版 2003年 這裡是一個老的 2003、2010 這都是從印本的 所以有這個《明哲言行錄》 你不可以看 2003年以前 沒有這個書可以看 除非你看英文 所以這是我後來 教了聖德社會學 《蘇格拉底》 我才知道 原來我當初知道故事 要不然就在這兒 要不然就在這兒 這個就好像講過 叫色諾芬 或者叫克舌羅芳 回憶蘇格拉底 這本書原來也沒有 什麼中藝本 你可以看到 英文有 中文的呢 就是1984年 1987年 還有1989年 這個邝建勤先生翻譯的 原來是香港 中文大學出的 然後這個 1989年 台灣也出同一本 然後大陸出的是 1984年的本 所以這就是 《蘇格拉底》 回憶蘇格拉底 這在大陸下 比較容易買到 這是連京早期出的追思路 名字不一樣 內容是一樣 還有什麼嗎 沒有 所以這是第二個來源 我們等一下的故事都講 然後第三個來源 哎呀這個忘蛋 這個是純粹的一個戲劇 是那時候他的一個朋友 喜劇家叫做阿里斯托芬 或者看這個阿里斯托芬 你死看怎麼翻 阿里斯托芬的那個戲劇 就叫雲 Cloud 不是雲端 現在Cloud 大家都講雲端 然後他的印藝本 我收到有這些 應該不止 中藝本 有羅念生 找起了一本 是大陸的 2004年重出的 還有一個也是羅念生的 也是 2006年 這是希臘文跟漢語 對照本 這本書裡面 其實就是故事 主人公講師父跟拉底 但是等一下你會發現 我會介紹 當時在希臘有三個人都叫蘇格拉底 所以他就這個方便的地方 現在你看電影 常常要說 這是基於一個真實故事所拍的電影 然後這個故事中 人民如有雷同 成熟巧合 因為怕人家告 古代人不必 我就說我主人公是蘇格拉底 你怎樣 所以這是不同的時代 現在你要說 我寫一本小說 男主角是一個教授 然後叫做孫中心 然後名字跟我一模一樣 你看他這關怎麼過 我也不知道這關怎麼過 萬一他是個好人 然後衣服一脫 然後又怎麼樣 然後如果是個色胚者 衣服一脫 那也是怎麼樣 對不對 那就是不一樣的故事 這是阿里斯多芬妮詩的故事 好 那蘇格拉底在生辯 等一下我們會講這一篇 就是他被判死刑了 他在裡面替自己辯護的時候 曾經說到 為什麼那本說很重要 所以你們在阿里斯多芬的戲劇中 已經看到 戲劇中的蘇格拉底盤旋著前進 走路是這樣走的 不是走直線的 是這樣一直繞圈走 叫盤旋前進 聲稱自己在空中行走 並且說出一大堆胡言亂語 我對此一無所知 意思是說你們不要拿那個來 想的就是我 但是呢 真的很不幸的 好像人家就是拿這個來想他 你知道嗎 所以假新聞的這種事情 現在好像弄得沸沸揚揚 在蘇格拉底可能就是 我們現在已知的 假新聞的受害者 第一人 到時候我們講這段就來 所以 我去看那個雲那個小 真的把劇中的人講得非常不堪 然後基本上是一個大騙子 也是艾根在路上更加辯論 其中有一段 就是說那個人看著天空 然後噗通就掉到一個洞裡去了 蘇格拉底是不往天上看的 可是當時的希臘的哲學家 除了蘇格拉底以外 全部都是往天上看的 真的是觀察到外星球 比較不觀察人類 蘇格拉底在特別地方 他對這個人的興趣是很大的 這跟孔子跟什麽一樣 他們就對人的興趣是比較大的 對這個世界 那羅電聖的說法 說這是一個當日詭辯家的喜劇 標誤會阿里斯多芬妮斯的意思 以為他在攻擊蘇格拉底這個人 那些喜劇有時候就真的很難 你要知道他們兩個是朋友 那你就知道有的時候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有的時候 男人跟男人之間的感情 是靠虧建立出來的 我可以虧你 你可以虧我 然後我就可以建立 那女人之間相對也好像比較不是這樣 所以他說劇中的蘇格拉底是個想像的人物 作者故意在這個人物上加上毀滅家的性格 別忘了那是戲劇 戲劇從來都不是真實的演出 我以前看劇最簡單的一個人說 奇怪這些人怎麽都不上廁所呢 這些人也不洗澡啊 當然後來看了色情影片 就知道洗澡的影片都在那裏 不在那裏 都不上廁所的 後來慢慢也有人上廁所 所以戲劇的生活 戲劇的時間點跟我們不一樣 戲劇一下子三年就可以過去 我們要過三年 這真的不是那麽容易的 你要上一堂課過三小時都沒那麽容易 當然除非你打瞌睡 那就一晃就過去 所以蘇格拉底曾經看到這部戲 他覺得好笑並不介意 我幹嘛自己都要入座呢 對吧 不但不介意他對喜劇家友誼更加親密 他們在《會影片》裏面 就是另外一個翻譯叫《想念》裏面 《 Symposium》裏面 相見的時候特別要好 那時有人同他開玩笑 問他是不是那劇裏面的思想家 他點頭那邊說 那你跟我和你之間相距的距離 相對於跳蚤的腿長若干貝 那是在劇裏面有的 他對於跳蚤的腿長 跳蚤我們肉眼都已經不太容易看了 你還能看出他的腿有多長嗎 你就知道這基本上是一個玩笑話 可見大家把那喜劇故事當作談笑的資料 《思想殿》這個名詞 Frontisterium 變成哲學家的字號 因為他開了一個店 就叫思想殿 而且聽起來像現在的才藝班 或者什麼補習班之類 那這部戲就後來變成他的罪狀 因此就判死刑 群眾的無知 那是歷史上都著名的 都是著名的 這不是古今中外界人 好 那延藝興思想的文獻呢 有《柏拉圖對話錄》 我這裡有了一本 是《柏拉圖對話錄》 英文版的全集 那《柏拉圖對話錄》呢 基本上《柏拉圖》不在裡面 所以是《柏拉圖》記載的對話錄 因為都講別人啊 他們都不在裡面 講蘇格拉底 就蘇格拉底 柏拉圖不在裡面 所以叫做《柏拉圖對話錄》的 其實應該是《柏拉圖記錄》的對話錄 但是真的對話還是戲劇表現 甚至有人認為這是詩句 在希臘文裡面是詩的句 寫詩的那個詩 所以《柏拉圖對話錄》有四篇 以蘇格拉底為主角的 這抽起來叫做《柏拉圖的最後歲月或言論》 我早前有買過一個小德大陸出的版本 叫做《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 這本書後來有重印變得比較大的 小時候買小本 我覺得這種小本書期待方便 現在不太重視這種 反正都有電子書沒這個問題 然後這英文的包括了亞里斯多芬尼斯的書 就叫《Four Texts on Socrates》 四本 蘇格拉底的那個 那早些一點 在其實1949年以前 就一位文學家叫朱光錢 就翻譯了《柏拉圖文藝對話錄》 後來在大陸出版 在台灣就是早期的翻體字版本 翻得不是太好 但當時是少數能夠看到《柏拉圖對話錄》的東西 那就是很有名的大陸的翻譯家 他的先生是前宗書 楊教教授翻得廢多 這種書呢翻得好 但這種書呢 我們現在如果學術上用途 你希望能夠註明一下 他的那個原來的章節段落 讓大家可以查考 他這個書就沒有 因為是一般讀者為對象 然後這個就是其中之一的辯護 他翻成辯護詞 英文叫apology apology現在是抱歉的意思 道歉的意思 原來不是 原來的意思就是辯護 我替什麼什麼辯護 叫apology 或拉丁文叫apologia 對話錄相關的譯本 我這次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我的課是以普通讀者為對象 開玩笑說如果將來用英文教書 我就把那個講出來 中文我就可以省掉 但因為是我們在這樣的教書環境下 你可以讀中文你也可以讀英文 所以其實是比只用英文的人 你如果認真的話 你學到的東西理論上是比他多的 所以這是現在中文的某種程度的優勢 只要你認真 我一直相信這一點 我不認為學問有什麼本國人的學問 跟外國人的學問 所以我不相信什麼學問中國話不中國話 或本土話不本土話 我不相信這個 我認為你只要認真做學問 誰都可以研究英文化的東西 那某種對話錄的中文的文獻有這一些 你可以慢慢去看 你可以甚至有信不上 那第一篇是《優勢弗》 很奇妙的是 在希臘文的後面 常常有個N的結尾 可是呢不知道為什麼 單程英文這N的結尾都被去掉 但是原來在法文 現在有人說要念法文 在法文跟德文裡面 這個N都還存在 譬如我們在學英文 某種這個人的名字叫Platon Platon 你到法文到德文去 這個人的英文名字都叫Platon 加一個N的 我第一次看樣子我就不懂啊 我都以為那個老師寫錯了 我就把那個N畫掉 就發現人家老師從德國回來 人家老師從法國回來 他當然寫Platon 那一樣他其他的這種 像優勢弗 弗弱就是不把N翻進去 要把N翻進去 就應該優勢弗龍 這是小事 面對別人對他挑戰 這裡有一些翻譯的 有一個是 鄭大的哲學系的一個老師 彭老師 這個人我見過一面 翻得很小的一本書 出版書不容易 很小的出版書 一般書店裡買不到 這個是大陸的出版書 所以像簡體字的翻譯書 在西洋古典發文 是比繁體字的翻譯書要多很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另外就是Apology 蘇格拉底在審判大會上為自己辯護 這辯護是一個非常無效的辯護 從效果來講 因為辯護完了 頭覺得他該死人更多 這些辯護完了 不是應該讓你活更多嗎 你自己變了半天 結果死人更多 就想說 各位同學 我開門課 然後第二堂課要加簽 我說那我再多講一點 講完沒有人加簽 這不是很尷尬嗎 類似的意思 不過他是要死 我只是沒人休而已 這問題程度不一樣 我特別只講了這兩本 其實還有別的 柏拉圖的第一卷 全集的第一卷 還有蘇格拉底的神殿 現在還有一些是加上了註解的 是外國人的註解 有一些研究政治思想史老師的註解 他們也把他像中文書一樣 那樣註解擺進去 另外克力銅也是這樣的問題 你如果把N翻出來就是銅 你如果不把N加進來叫克力多 所以兩種翻譯都有 克力多篇或克力銅篇 或者相近的音都有 這是他在監獄的最後歲月的記載 這第三篇 第四篇最後一篇就是北多篇 講到的是靈魂的問題 就是剛剛楊將盟先生的翻譯 北多篇或者叫談靈魂 那我買那個是香港的版本 就是這個版 好這是他文獻的部分